我是从事森林、检疫和防治的工作 一旦发现苗圃、木材厂等有危险性的病害虫 以国家法律要当场建筑、苗圃、木材厂等企业烧虫子和打药杀病毒 这种工作一方面要执行法律、保护树木 一方面又要杀身 该怎么办 这个你要有坚定的信心 一丝毫没有怀疑 这些病害虫 他们本来也是富豪 业章太重了 就投这么一个胎、投这么一个身 你要好好地给他开导 要劝他念佛往生 不要造这个业 他会懂得 他会离开 据你树木也都保存了 冰害虫也就不需要杀它了 以这个例子我们把它塑小 像我们种菜 我们种菜 有这个冰害虫啊 把你菜吃光啊 在这个马来西亚 古今 山上 我们也有个童修 他在那边建了一个很大的高尔夫球场 有五千 五千一亩的地 真是真是很大 五千一亩 一个一个云模是四万尺 五千个四万尺 那么大的 所以他里面很大的财源 他告诉我 他不杀生 他吃长素 第一年在上面种菜 百分之九十五 不充吃掉了 坚持不杀生 所以到第二年的时候了 那个那些虫啊 就就对他就很客气 吃一半 还给留一半 我上山就看是第六年 第六年就看那个那个菜的时候 那就非常客气了 大概只吃 半分之五 就是等于说 二十分之一 二十分呢 给他留十九分 虫子吃一分 所以他很开心告诉我 这个六年呢 他这个菜园的 这个经过 以后我告诉他 我说你对这些虫的时候 你要放佛号给他听 在菜园里头 用这个念佛剂放佛号 有虫真的没有了 那个菜就长得非常之好 所以我们在澳洲 我们就用这些方法 跟这些小虫沟通 他不会吃我们 那么菜的时候 我们种的菜 有一片指定 那一个范围 供养你们 其他也不可以懂 很听话 小鸟来吃水果 我们也是 水果树很多 只出几棵树 这些树专门供养你们 其他不可以懂 很好做 所以你要用真诚心 跟他沟通 那鸟很多 那我们平常都用 买鸟食喂它 所以那个鸟的时候 它不吃我们的血果 绝不伤害 我们所种植的东西 种植的东西 我们玉米种的很多 那这鸟很喜欢吃的 它都不吃 鸟食没有的时候 那个鸟就乱飞 飞得很低 从面积上飞过 就晓得了 它来要东西 东西没有了 赶快鸟食去供养它们 所以跟这一些 这些小虫小动物 蚊虫蚂蚂 都可以过头 你要用真诚心慈悲心 它也是众生 跟我们一样 所以最重要的 尊重 我们对它都称菩萨 小鸟菩萨 小虫菩萨 所以它们还高兴 它们都称我菩萨 所以不可以用 这个伤害的一些 对吧 那是鸢鸢相报 所以你看农夫用农药 越用越多 鸢鸢相报 到最后的时候 这最后农作物不能吃 你人吃了也重 它这个农药分量太重 所以不如供养 真正的供养它了 不可以伤害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